90后女生文慧斯曼西 半年前毅然持去年薪逾百万的地产工作 芝拉门乌创办俄罗斯式的蛋糕生意 一起听听曼西的创业之路 由第一日决定做蛋糕到现在 大约用了30万 最贵是买器材和学习蛋糕 因为我都用了不同的课程 令自己的技巧和技术更好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做过蛋糕 那我当然没有 因为我半年是计算 由第一日开始做蛋糕 但我做生意不是做过半年 我是9月30日才做Soft Launch 正式接街外单单 由9月30日开始 所以我接了单单单 两个星期左右 好的 好反应 可能因为我Soft Launch 做了一个叫做我是香港人的主题 现在每天大约都有一单至两单 最大约 因为我现在的One Man Band 就不能接得太多 希望一年 一年 一年 因为始终艺术蛋糕在香港 不是那么普遍 因为始终没有3D蛋糕 那么普遍 希望可以做多些功夫 令到多些香港人认识的话 就可能会生意好一点 好 好 你 均amen